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我是艰苦人向远景求情 蔡幸分队长大气回他艰苦人就可以酒驾 不要拿艰苦人当机口 台中市政府三分局交通分队上月底在东区 拦查一名骑士 67岁陈南坦诚喝啤酒 自称低收入户 要警方宽容 陈南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粗工 明天要上工 一代以艰苦人求情 就辞职0.26MGL 训后移送法办 陈南被拦下来不断地向警方求情 说自己是艰苦人不下十次 不停抱怨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你们害我明天没有办法去工作了 远景听了傻眼 你说你艰苦人 还要喝酒骑车 陈南满腹牢骚 我是艰苦人 你们都不能通融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接住又说你要把我载回去也没关系 我人算很干脆啦 警方听陈南抱怨将近十分钟 蔡分队长大声呵斥 停 你可不可以听我讲 酒驾就是违法行为 不要拿自己是艰苦人喂几口 陈南说 今天找到一份粗工 工地老板看他来找工作 开啤酒 请他喝 他就喝了一些啤酒 陈南侧的酒精浓度0.26MGL 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经查陈南并无酒驾前科 分队长蔡新邦表示 艰苦人更要尽慎言行 更没有喝酒骑车的道理 酒后驾车已是全民公敌 请不吝点赞